今天这个地球 不是十年十年在变了 三十年前可以说 十年十年变 现在是每一年都在变 甚至于可以说 每个月都在变 月月不一样 每一个星期都在变 变得太快了 从前的变化不明显 没有感觉到它在变 现在的变化太明显 这什么原因 当然跟科学技术 有关系 科学技术 带给人类 带给地球 是福还是祸 现在有不少人在思维 在考虑着问题 像五十年前英国唐恩比 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比起我们 那他有心经之明 他那个时候就考虑了 科学发展太快 那唐恩比 看到原子弹爆炸 深深体会 这不是个好东西 那这个东西要无限制的发展 将来会毁灭人类 会毁灭地球 那他有很深的感触 那呼吁 何物 要飞出 呼吁大家 不要制造这个东西 可是没人听 依旧不断在发展 你的威力大 我的威力比你还大 现在人谁都担心 就怕了 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何物 升华战争 没有胜负的 同归于尽 谁愿意同归于尽 狂人 狂妄 我们一般人叫疯子 那么科学技术 会不会把人逼疯了 我们冷静去观察 去思维 如此可能 所以唐恩比提出来 人性的教育 也就是伦理 道德 因果 跟宗教教育 他非常重视宗教教育 这算人性教育 人性教育 要能跟科技平衡 就有能力控制 像何物 这一类东西 能控制 不至于爆发 如果人性教育 停止了 只有科学技术 才发展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说的很有道理 他的这些看法 这些谈话 我们要时常记住 要时常提醒 希望大家认真思考 回头深谙